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吧 材料是三隻劍籃 盤子 兩個珠針 一條橡皮筋 一把剪刀 那我們就把這三隻劍籃的角 先對整齊之後 剪大概7-8公分的長度 剪起來 然後把它們每一節都剪成一樣長 然後我們會需要把一兩個葉子留起來 等一下要包裹在外面 所以趁現在長度還比較長 先把葉子蓄起來 多留一點備用 然後我們就繼續剪成一樣的長度 到這邊已經有花了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考慮你的花 等一下要插到水裡 它一定需要碰到水 所以它的長度就沒辦法再繼續修剪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把這邊分成兩節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取到這裡有開花的 把一隻這樣子剪起來 那這邊等一下插進去這個花會碰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花就要拿起來 那這一隻我想要跟它不一樣 我想要有兩朵的 所以我會留這一朵跟這一朵 那我們就要剪到這一朵的上面 這樣 它就會有這樣子 然後這一隻等一下你記得 如果它會碰到這個的話也要把它拿起來 那你們要記得如果是這種就是很明顯 它這邊是底部 這裡是上面的 一定要按照它的方向去放 這樣反著放會覺得怪怪的 違反自然的生長的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整理成一起 這樣它們的底部都是整齊的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裡面插花 那你可以先插這種 剛剛撿起來只有一朵花的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放在盤子裡 所以讓它們360度就是面向外面就可以了 全部的花都朝外 插進去裡面 那一定要記得插到底喔 不然它會等一下會吸不到水 朝外 背對背 最後一個 也是一樣 朝外 那我們會把上面多餘的這些尖尖的 漸藍的尾巴 剪掉 這樣子讓它們華是集中在下面的 滑船井出的感覺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插入剛剛取下來的 還有一點小花包的 然後帶有一點螃蟹餃的 一樣往中心插 不要插在外面 一樣要記得插到底 它才可以持續開花 這樣子 像這個如果插進去 反正它的花會擠到的 我就要把它的花拿起來 或者是你就要把它移到外面去 讓它的花還有空間綻放 那這樣子之後呢 我不喜歡它上面有太多的尖尖 我會把它剪一隻起來 因為這個其實也不會開花的 它是比較含薄的那種 我們就把它剪起來 這個也不要了 剪起來 可以把這個角再插下來 就是再把它下降一點 不要讓它這樣子那麼高 我們把它下降下來 它下面也有一點小東西 但不要讓它那麼高 如果做得比較矮胖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取到更多的花 你就可以這樣放進來 但是因為我的比較強 就是在牆邊的感覺 那完成之後 我們會需要把這條橡皮筋 給遮蓋起來 所以用建嵐它本身的葉子 你可以稍微量一下 你等一下會需要多少葉子 像我的話 這個一小圈而已 所以我一個葉子就夠了 剩下的葉子 我還可以再插進去 就是剛剛有多出來的葉子 我都還可以放進去裡面 所以我只要留這個葉子 等一下來包 先取好長度 修剪下來 下面的這個葉子 甚至也可以都圍在外面 也是都可以的 就是先放短的在外面 遮蓋一下質感 長的尖尾巴漂亮的 你就放在你想要呈現葉子的地方 短的我們就放在外面 那這邊的看起來更完整 然後長的你就可以去佈置你想要葉子的地方 那要記得一定要插到底 才能夠吸水喔 好那我們就用剛剛的葉子 直接把它圍上圍過來 那看你喜歡煎的還是喜歡品的 你都可以修剪你的葉子 把它圍起來之後 然後要圍緊喔 不然它會掉下來喔 我們就直接用 珠針或者是大頭針 或者是如果你沒有用 你就用定書機去定 定進去就好 直接這樣子插進去葉子 跟它的精裡面 好啦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你的家中任何的盤子上 淺盤能夠成裝水分的 那我們就可以裝水 就在你的前盤裡面盡量裝多一點水 然後你要確定你的花角是起的 這樣它們就能夠吸收水分 這樣就完成了 漸然是很常見的花種之一 我們在花市甚至是菜市場都很常可以買得到 只要換一個方式插 就能夠有完全不同的呈現 我們看這樣子是不是感覺完全不一樣了呢 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了幫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分享給愛花的朋友 可以看更多的花藝知識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幫我 請不要幫我